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曹律师信箱节目 我是主持人少彦妮 很荣幸呢在这一期的 曹律师信箱节目呢由我来接棒 主持 曹律师信箱这档节目 那曹律师信箱这档节目呢 在中文电台 见台的时候就已经和观众朋友们 见面了 尤其呢这么多年来和曹律师一起 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提供了很多移民方面的 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咨询 也成为这个有着12年历史 节目的新主持人呢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说到这个节目 曹律师信箱的这个节目呢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 九点到九点四十 曹律师都在 中文电台的这个节目 从创立的时候开始 就成为我们的专业嘉宾 曹律师是 北美著名的移民和商务的律师 目前呢 已经有着这个 进行了150多期的 曹律师信箱的专业法律顾问的 这个中文电台的 专栏节目 那曹晓赫律师呢 是曹晓赫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 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本科 西雅图大学法学院的 法学博士 有中美两国的律师资格 那很荣幸 从今天开始 能够和曹律师一起来主持 和为大家广大的华人朋友们 来服务法律和这个移民 入籍方面的问题 曹律师 您好 你好 叶宁 好的曹律师 很荣幸啊 那今天呢 也是想跟您咨询一下 这个关于新财年的第一期的 我们这个华人朋友们 关心的排期的问题 那这个月的排期曹律师 都有哪些特点 然后准备要办这些项目的 这些这个华人朋友 他们要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呢 嗯 对 就是咱们在大家就是新朗移民 对财年呢 都是对排期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因为是自己有时候要申请 比如申请利卡呀 申请这个 包括申请家庭移民呢 那么10月份呢 是每个财年的这个第一个月 所以呢 这个也是大家这个额外关注的 那我觉得就是有两个 大家可能是就是比较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就是第一是家庭移民里的 比如说美国律卡持有人 给自己的这个未成年子女和这个配偶申请 境内境外也就是A表B表这个差异 现在是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比如说在境内的话呢 大概三个月的这个排期B表 那么在境外的话呢 就就是两三年的这种排期 这种巨大的差异呢 使得就是大家在安排 比如说是在境内申请B表呢 还是将来 从那个境外申请走 这个国家签论中心这个环节 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疑问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呢 其实呢是有这个A表B表这次哈 这个从无论是家庭移民呢 还是这个这个投资 还是这个职业移民哈 两个大的类别呢 这个A表B表都是开放的 那么B表开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但是呢从投资移民来讲 其实是有倒退的 那么这个倒退就使得 这个在境内 在境内等待 也使得在境内等待 想在美国境内等待身份的这些人呢 就会造成一些个 一些个不方便哈 那我这里想稍微的 具体的解释一下 因为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 好像是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情况哈 那咱们呢就是咱们这个 曹律师江这个节目呢 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但是因为呢就是这个朋友们 问问题的时候呢 问的有时候 有时候有很多细节 但是呢这些细节呢 有时候还是不完整哈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回答呢 不构成专业咨询 不构成这个法律咨询 或者是针对您的具体问题的 这个具体答案 而仅仅是呢就是说呢 因为是给 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仅仅是对于类似的问题 对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性的 一个建议啊 对 那么所以呢就这里面想说 这个听众朋友他问的是 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这个币表哈 原来在投资移民的币表 已经到了2017年的月份 这使得很多人呢 但是呢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A表 在新年之前哈 A表呢仅仅是到了2015年的年底 那么这就使得很多人呢 就是非常的希望呢 能够利用B表和A表的这种时间差 在美国境内呢去等待 等待这个 等待这个可以递交的这个时间 那么A表是整个国务院的这种排期啊 那么B表呢 只是针对于在美国境内的 有其他合法身份 然后在美国境内 是无论你是刘探亲啊 还是商务签 还是这个就是比如工作签证啊 还是学生签证 就总而言之 有另外一种合法签证的人 在美国境内 然后呢正好碰上这个 就是B吧排期 说已经到了 他仅仅是可以协递交 那么真正的批复的时间呢 最后审理的时间呢 其实还是要根据国务院 整个的这个排期的时间 也就是A表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1比5呢 由于这个在新台年之前 这巨大的排期呢 其实呢 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听众朋友啊 我自己的客户里也有 那么也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呢 利用这个B表的优势呢 然后也希望呢 10月份呢 新台年甚至能够 第一或者稳定 或者有甚至会有更大的跃进啊 所以呢 就是在美国境内提前等待啊 比如说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就是 咱们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 他问他问的啊 他当时入境的时候呢 是5月份 那么他就想呢 5月份 那至少请问一下 一般的9天之内 你不能在境内场上身份 这个是这个90天的规定呢 曾经是一个业内的不成文的规定 那么在特朗普时期呢 就变成了一个成文的规定 那么就是虽然后来呢 这个又不是一个特别的 强性的要求哈 但90天依然是一个 依然是一个业内认为的一个 应该遵守的事件 所以呢 这个客人显然是 这个咱们去听众朋友显然 也是得到了 周围的一些个信息的哈 所以呢 他就5月份就入境了 5月份入境呢 就等待呢 10月份比如B表开 那么他的排期呢 比如说是2017年1月份 或者是2017年2月份哈 假设是2017年2月份 那他希望等于是有跃进 或者这番进行呢 他希望也能进行到2017年2月份 那事实上呢 投资移民的排期呢 不但没有跃进 不但没有往前走 其实呢 B表上呢 有倒退 那么倒退了20 到了2016年的年终 那这样呢 这就使得 他想等待B表开放 利用B表 递交这个优势呢 使得他这个 就是这个希望就落空了 对 那么照一种情况呢 我们想利用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平台呢 提醒这些朋友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 因为你5月份入境哈 如果是不合适的话呢 虽然说你 用刘泰金先生入境 有一个半年的这么一个 就是可以在美国境内待着哈 但是也不想你等到最后最后一分钟 然后将来构成你将来入境 再入境的时候 人家认为你之前入境有移民倾向哈 所以呢 主建议呢 就是说呢 能够观察 当然你要 如果是 比如说你要是5月底进来的 你可以一直待到11月底 那么你10月初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 11月份的排期哈 对 但是呢 这都是有风险的 就是万一还是没有排到 就这个 我建议哈 是你要一样咨询这个自己的律师 然后做出这个慎重的决定 就是等到11月初走 再看看11月排期 还是说现在呢 就应该 离境 尽快离境 那尽快离境的话呢 就是你要如果下次再考虑利用币表的话呢 总之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慎重考虑了 因为这个排期倒退了 倒退了将近半年的时间200多天 就是这是咱们这个新财经排期以后 两个巨大的变化 一个是家庭移民里的 绿卡持有人 点自己的配偶或者未成年子女 申请绿卡是在境内还在境外的问题 因为两个时间差挺大的 规划 而且他币表又不开又不开 然后每个月也有变化 所以要慎重考虑要跟自己的律师去商量 同时呢 投资一民 老的投资一民 想利用币表在美国境内等待的这些人 就是如果是现在感觉到 新的就币表 无望的话呢 应该慎重考虑 跟自己的律师商量 是否需要进展离境 对 这个是排期 需要这个月排期 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的 这个几个大的方面 非常好 谢谢 曹理师给我们解答的 这个排期这个问题 我相信 这段时间很多这个移民 都是在关注这个问题 那听到 刚才您的解释 我相信很多 听众朋友可能心里快石 都就落地了 但是也会有很多 听众朋友也许有 就是就像曹理师刚才讲的 个例和案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好是咨询您的专业的律师 您的个人专业律师 好的 那谢谢曹理师 那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 八月初的时候 这个H1B工作签证的抽签 进行了第二轮的 海底捞速定的时间 那您能给我们 做一个预估 或者是这方面进行一个解答吗 嗯 好 那就是说呢 这个海底捞 这个 念你觉得 这个词特别有意思 哈 海底捞不是一个呢 不是一个那个饭店的名字吗 对 海底捞呢 其实是指呢 第一轮抽签之后 剩下的那些个 那大部队 挺 就像个海底一样的 大部队 就是这些一个 会不会有第二轮抽签 和第三轮抽签 因为剩下的量比较大 所以会不会从这个 里面捞出来一些个 对 那这个 这其实就是指 H1B的第二轮抽签 或者是第三轮抽签 对 那么今年呢 就是因为 和这个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 就是在等于是用 先电子 电子抽签的这种办法 啊 就是说在 在网上 那么今年呢 有一个 呃 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 又是现在在网上 呃 在网上的这么一个 呃 就是说 叫什么呀 在网上用受益 以受益人 为主的 啊 进行的抽签 有特别多的新的变化 整个H1B的各方面 政策规定方法 抽签方法 有特别多的新的规定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今年会怎么样 对 呃 那么今年 第一轮抽签完了之后呢 其实呢 抽签率是挺高的 那么 呃 这样大家就会担心 呃 因为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比如说你三个雇主 四个雇主 如果像都想给这个受益人 给这个想H1B这个员工申请的话 都是可以的 那么每个都可以 有这么一个抽签的机会 你想象对于这一个受益人 为了来讲 他就有四五个抽签的机会 哈 那么现在呢 我认为是 那么现在更加合理化呢 就是以这个受益人为主 你是四个人愿意给他申请 四个公司愿意给他申请 还是五个公司愿意给他申请 那么以 就以这个受益人 就就等于他 抽签的机会 啊 在第一次抽签的时候 就就一个抽签的机会 因为以受益人为主 所以这使得 中签率就变高了 就使得其他的那种 如果是以一个公主的这种 中签率就变高了 对 那么这个 那么 在这个比较高的情况下 所以人们就格外的怀疑 就是说 那么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个机会 或者名额 因为往年呢 就是说 比如说 四个人五个人给他抽中了 那么这个 他概率 两个可能原 两个雇主都给他抽中了 对吧 那实际上他只能第一个呀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有一些个空额嘛 对 但今年呢 大家就会怀疑 有没有这个空额 那实际上呢 显然呢 就是就是经过各种筛选呢 那还是有一些空额 所以有了几年的 所谓的这个第一轮的 第二轮的抽签 也就是海铁牢 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 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 这个抽上的人呢 就是说 就有一个正常情况下 是有个90天的递交的时间 从抽签 你抽中了以后 90天的递交时间 所以就八月初到十月底 十月初这个样子 那么你一定要看看你是 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抽中的 对吧 然后呢 要就是你的律师团队 还有你的雇主啊 都可以应该监测这个 你在这个系统里的这个 记录的情况 对然后这里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海铁牢这个问题上 其实还有一个提醒提醒大家 就尤其对第二轮抽签这些人 因为呢 他实际上是 就是说递交的时间 可以是十月底了 甚至是月初了 对吧 因为他有90天的递交的时间 对 那么 这些人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当然第一轮抽签的人 也有很多有这样的问题 这是咱们 就听众朋友里面也有问的 就是他这个 专家抽签了之后呢 实际上他的变化 工作变化了 他换雇主了 换雇主了 那就是说 比如在当时抽签的时候 他是A雇主 那么抽签 原来比如说是上次抽签抽签了 对吧 有四月份的抽签抽签了 三月底四月初 那么或者这次抽签了 那中间呢 比如说公司出现问题了 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出现问题了 或者是他自己呢 有了一个找得了更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他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就是转变工作了 那么到了 就是 实际上呢 就是到了 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 他递交完申请了 甚至已经批击来了以后 他那个工作已经变化了 或者当然 如果对于海底捞的这帮人呢 那就是说 他实际上 比如说他其实十月份以后 才能递交这个I转病信 因为八月初才抽中嘛 对吧 才抽上嘛 那就有可能这个八月初的时候 他已经 就更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些人的 就是八月初的时候 他已经变化工作了 结果呢 那老公主告诉他 哎 你发现你抽中了 那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有问题了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 你要跟你原来的公主商量 如果原来的公主还能雇你的话 就是比如 就是他如果能申请 给你批下来 批下来完之后 他还愿意雇你的话 那这是最理想的 那如果愿意雇你的话呢 那实际上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 就是说 那你雇主给你申请工作的话 那你应该在 就在那个老雇主那里面 给你抽中的雇主那里面 因为双方都是有一个 就是诚意的嘛 对 OK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应该就是应该在老雇主那里面工作 但是如果你还想 就是说有工作有 有变动的话呢 那么你就是说一般呢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 回到这个新雇主那里面 这个你首先新雇主 得愿意雇你 而且你得愿意做这个 比如说是H&B这个transfer 那么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为 都是会有承办的 对吧 这是你 第二呢 就是这个新雇主的老雇主的话呢 你这从道义上来讲 你应该跟老雇主说清楚 对吧 你就说有可能 我有可能回到你那里工作 有可能不会 不过太久 他如果还愿意雇你的话 那就非常的 那就非常理想了 那你这时候呢 那你这时候呢 你就当然就可以 就在那之后 就可以再回到新雇主这里面 但是呢 就是这个这个节点 就是穿梭的时间点 也是要跟新旧雇主商量 然后要跟新旧雇主的律师要商量 就是说的 希望你呢 这个抽牙抽中了的话呢 能够呢 占上名额 这样的话 因为你将来 比如说你先有OOP工作 你更多的时候呢 你还是希望能够拿到H&B 工作签证 然后雇主给你实际的移民 对吧 所以那条路还是更大的一条路嘛 就更主要的一条路 对于国际理学生来讲 所以你要珍惜这个 珍惜这个抽牙被抽中的机会 然后呢 去跟新老雇主 把这些个相应的一些个 时间点和问题解决了 非常好 谢谢曹律师 刚才给我们那么详细的介绍 首先呢是介绍 有关这个名字 这个新名字 海底捞 这个 我相信 大家都会有一个全新的 这样的一个认识 对这个H&B 这个工作签证的抽签的 这个新认识 那我也想问一下 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抽签还会进行第三次吗 因为这是第二轮吗 对吧 对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也是我们 其实我们业内 业界项 也很关心的 就我们这些移民律师啊 对吧 也很关心的 那实际上呢 应该是在十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轮抽签的 这些人申请结束的那个时间点 那么应该能够看出来 到底还会不会有名额空出来 如果有名额空出来的话呢 那就会有第三轮抽签 对 那现在呢 其实呢 谁都说不好 对 谁都说不好 因为现在 这些人的申请还没有递交完 那递交时间的这个截止日期 这一块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您觉得这块 从您的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 这个截止日期这一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对 它原则上呢 其实是在90天之内 比如说你8月2号抽上签了 那么你就算90天 那么应该是10月31号啊 如果你是8月3号抽中的话呢 基本上在一两天 那就是等于是10月底 是11月初这个样子 对 反正就是 好的 那就反正就是牢记90天 这个牢记90天规则 是吧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这样 我们 现在呢要进一段广告 然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咨询专业律师 曹晓和律师 有关营宁入籍方面的专业知识 和帮我们排遗解难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 好 谢谢您 请您不要走开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te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细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 陶律师信箱节目 我是肖远宁 很荣幸这一期的节目呢 由我来为大家主持 那说到这个节目 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也做过一些简短的这个介绍 那现在呢 我想再给大家进行多一些的这方面的这个介绍 那这个节目呢 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建台以来 已经有着12年历史的节目 那感谢曹晓和律师在这12年里面 为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们才有解难 解决了很多华人朋友移民和入籍 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很荣幸作为这个节目的新主持人 能够和曹晓和律师一起合作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节目呢 为大家服务的都是 无论您是申请绿卡入籍 还是其他移民方面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 或者是通过我们电台网站留言 我们会尽力的为您解答疑惑 提供专业方面的法律建议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曹律师 清香 那然后呢也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也感谢曹律师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通过157的节目 帮助我们的新老朋友 学习和增长 入籍申请绿卡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支持 感谢您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抽签 这个工作签证的这个抽签的 递交的时间 还有截止的日期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请曹律师再给我们 介绍一下回美纸和回美证的区别 这也是很多华人朋友们 一直有疑惑的问题 大家一直搞不太清楚 就是说回美纸和回美证 它的到底 它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那请我们的专业律师 曹晓和律师事务所 曹晓和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燕妮 感谢这么多年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对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曹律师新疆节目的这个支持 那就是亲眼看见 共同见证了 就是说西雅图中文电台 它整个的成长 从第一期节目 从一个电台到多媒体 然后到全世界的华人朋友 都能听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我是亲眼见证了 觉得很荣幸 然后燕妮呢 也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这个金牌主持人 我很荣幸 燕妮能给我们主持 曹律师新疆这个节目 对 那个 那咱们 就是这样的 我很荣幸 解放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个 那咱们回美者 回美症的这个问题 对 这个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其回美者 回美症呢 对于我们 一名律师来讲呢 其实它是用的是同样一种表格 对 然后呢 这个 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这个主持人燕妮 跟我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以前没有关注到 就是说 咱们中文 大家对这个 其实是有这个 有区别 区别的这种对待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 都是 都是 我们用英文称呼 比如说像 Advanced Pro啊 因为要 都是用的 同样一种表格 131 然后呢 一个是叫Advanced Pro 一个是叫Entrepreneur 对 对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美症 回美症呢 我就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 因为都是131 所以这些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有点 有点疑惑 他们 这 这都是 而且都是回美 那我想呢 就是这个中文 这个词起的也 其实是非常巧 因为非常巧妙的 因为回美症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指 我就查了一下 大家一般的老百姓 认为的是回美症是什么 回美症呢 实际上是的 叫AP Advanced Pro Advanced Pro呢 为什么叫回美症呢 其实它是一张纸 它真的是一张纸 那么上面贴着照片 然后上面会说 大概在什么时间 到什么时间 然后呢 就是说 给了你多长时间 然后呢 你入境的时候呢 比如你拿着这个 这张纸 意味着什么 对 这因为是一张纸 所以它叫回美症 实际上英文呢 是Advanced Pro 那么这个Advanced Pro的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是它Pro 在英文里是一个特许的意思 Advanced就提前 我提前特许 其实特许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的人来讲的 那么如果是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呢 那是指什么 指递交485了 这表格上呢 就递交的是485 那这就 这就叫申请绿卡了 那么递交485之后的话呢 考虑到你有可能 有紧急的事情 比如说出去 比如说出个紧急的差 出个差啊 或者是比如探个亲啊 或者是比如说中国 你在中国大陆那边 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着急的事情 家里面 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就是给你紧急情况 或者你就是不紧急情况 你说我想 在拿到类卡之前 也就是485批准之前 我想离境的 它呢就给的这么一个优先 提前特许 所以就叫Advanced Pro 那么这个Advanced Pro 是在递交485的基础之上 递交的 而且呢 原来呢 其实呢 就是说大概在今年的4月1号以前 递交485的时候 同时递交 同时或之后 递交Advanced Pro 也就是回媒纸啊 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政府申请费是免费的 然后呢 就交了485之后啊 你同时或者之后递交免费 那如果是这个 现在呢 4月1号以后呢 涨钱了 就这个开始收费了 呃 那个 各种各样原因啊 开始收费了 所以呢 这叫 这叫Advanced Pro 然后Advanced Pro的话 就要提前 提前的特许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想急于离境 啊 那么如果是真的 有特殊原因啊 那你就可以呢 甚至到当今的移民局 申请加级 那你申请的时候呢 也可以要求呢 就他没有个法律上给的加级 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人情上的 一个自由财量 给一样移民局 给一个自由财量的机会的 这样一个加级 Advanced Pro 这就叫回媒纸 它是有照片的 然后呢 呃 是这个 然后他没有 他没有时间规定 他没有时间规定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拿到了这个纸之后 你说这张纸什么时候有用呢 一直到485 一直到令塔批下来 你都是可以用的 对 那好 那咱们先认识回媒证 回媒证呢 呃 那有的人就管 就叫白皮书了 对 这个 我为了这个问题 我做了些研究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咱们用中文 给的这些名词 是为什么哈 对 那么这个回媒证呢 实际上呢 我英文呢 就也是用了这个表格 从我们申请来讲 但是得到的文件呢 刚才说回媒纸 只是一张白 一张纸 然后呢 这个回媒证呢 其实是拿到了 一个像 呃 像那个护照一样 大小的 这么一个 一个本 呃 对 这个呢 所以呢 这个叫reentry permit 这个叫回媒证 然后也叫白皮书 因为就像 像一本书一样 它不是一 它不是一张纸 呃 那然后呢 你拿这个 呃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的绿卡 比如你的 你的是拥有绿卡 你的绿卡 还有很长时间 超过两年的话呢 它每次给你两年 那么如果 你的绿卡 不是 还剩的时间 比如你 像零食绿卡呀 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很多 这个投资移民的人 在美国境内 拿到了这个绿卡 但是没有拿到 零食绿卡 呃 它在等待啊 或者是那些个 比如说 会议移民也是 拿到零食绿卡的 呃 那这个情况下呢 你在申请 回美证的时候的话呢 回美证的时候呢 它给你给的时间 只给到你绿卡 到期的时间 所以有的人会说 诶 我怎么就给了我半年 给了我一年 一年半 呃 那理论上 如果是你 还有十年 它给你两年 如果你的绿卡 你自己本 绿卡本身 因为它是绿卡 衍生的一个福利 但是当然 你必须得申请了 那么你这个福利 必须是长在你 呃 原始权利 这个基础之上 原始权利 必须得是超过 这个你这个衍生的权利 对 所以呢 它就给你 呃 这个时间是这样 然后再一个 还有一个呢 大家就注意的 就有很多人 咱们华人叫DIY 是吧 就是 就自己申请 自己申请呢 就是说 呃 一定要注意呢 你在申请的时候 人一定要在美国境内 人一定要在美国境内 也就是说 呃 比如说你像有 有的 有的 这个朋友哈 他特别着急 他真的就在美国待24小时 然后呢 呃 他 而且他知道这套规定 但是呢 比如说他飞机是10点钟的 然后呢 他呢 叫朋友给他递交 他把晚上递交的 下午递交的 这都不行 因为啥呢 因为递交的时候 他人已经在飞机上了 这个呢 就是 你进出关的这个时间 他在这个数据铺里面 因为就那边是能能是能了解的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碰到有时候 有的朋友 有的客户咨询也是 哎 我那天 我那天人在经历 那有时候你就要问你飞机什么时候起飞的哈 就你 也就是你出关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 就是也就是你出关之前 应该在出关之前递交 当然我们是最主张的还是 你走之前 你的毁美证 你的申请已经到了移民局 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呢 你说你没来的时候 有的有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说 那我没来的时候 我没带我就叫我朋友把它递交 这不更为更稳妥吗 不是的 这个法律上是明确的要求 你人在美国境内的时候递交 所以人在美国境内就变得一个非常一个 就变得是一个需要定义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 而且是等于是明文规定 就是说你在你在离境之前是必须要递交这个申请的 这是就是说一定 大家申请这个毁美证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这个概念 不是说你在离境 也不是在你还没有入境的时候去递交这个申请 就是这个这个概念一定要让这个申请这 这毁美证的听众朋友要好 观众朋友要好 一定要确认好这个信息 就你人必须得在美国境内 就像刚才曹律师刚才 呃 再三强调 你别上了飞机 然后你人都已经飞出去了 然后移民局也有这些记录的 您都已经出关了 完了 您您让让秦鹏好友 或者说谁给你递交这个材料 也是无效的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一块呢 就是我也想问一下 呃 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曹信 曹律师姓湘呃 提提的一些问题哈 就是很 很显著的几个问题 就是他作为回美证的这个申请者 呃 他是在离境之前交的 那他就问 他说这个打指模的这个这个问题是 也是必须要在提交申请的时候打指模嘛 然后呢 他在提交了申请之后 移民局又给他来了一封回职也好 还是什么邮件也好 说他不需要打这个指纹 然后他问了他的专业的律师 然后他的专业律师说 你可以走 就是你已经交了这个申请 但他还是很犹豫和很疑惑 因为他想确认 就是想给我们曹律师姓湘这个节目 也来了一些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想跟您确认一下 他不打指模和打指模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该离境前打指模 还是说这个确实是不需要打指模的 因为他申请绿卡的时候 已经打了指模了 就是这个问题 您给也给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好吗 这个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呢在就是在这届政府 甚至就在这届政府的第一年以前 那几乎所有的申请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回美证的申请 还有很多申请都是要打指纹的 都是要打指纹的 就是说那就是简直就是忙 忙不过来的一会儿一个指纹 一会儿一个指纹 而且几种申请 比如131765485 后来都要打指纹 对那后来呢 等于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呢 等于是他做了一个调整 他把有一些个就是如果你近期打过指纹 有些指纹就免掉了 这是其实这届政府比较近期 大概有两三年的这么一个新的规定 那从无论是从这个当事人来讲 还是从这个移民律师来讲呢 其实都是一个觉得 都是一个很大的便利 而且近期呢最有意思 他把打指纹的这个项的 费用甚至取消了 原来打指纹85块钱 对吧 他把打指纹的这个费用都取消了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打指纹 即使是有的话呢 他也把就是因为其实是挺 就是劳必伤害的 我认为就虽然你别看是个85块钱 其实总体来讲成本挺高的 就方方面面带来的一些个麻烦 对这是一个 然后呢因为很多年 打指纹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 尤其在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人就变得特别的 就很 其实打指纹其实就变得很危险 在疫情期间 所以大家对打指纹这个事情 其实是特别关注 而且已经吸引为常 虽然很不喜欢 对那但是取消了之后呢 大家就会有点 有点疑惑 就像你说的 有点疑惑 哎这来了 空吃书不让打指纹 真的吗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但有的如果他是很长时间 没有打指纹了 而且第一次申请这个 那么或者是之前也就最近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打指纹的 这个经历的话呢 那就是需要 需要打个指纹的话呢 那么他递交完了之后 在打指纹 有的时候是告他 不需要打指纹了 有的时候很长时间呢 没有消息 那么这个客人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有的时候 二小时 他就真的都到每个 二小时的时间 那么他就离境了 那么在如果打指纹通 他不一定要等到 打指纹的通知 如果需要打指纹呢 他甚至拿着打指纹通知 就可以回来 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走了 然后呢我万一你需要打指纹呢 我再回来打 然后如果是万一来不及的话 我再往推迟 那么一般推迟的 联系推迟的话 一般不超过一百天 几次推迟 不超过一百天是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觉得是 回答的应该是很全面的 那同时呢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 潮流是信箱节目 所以呢 我们收到各种各样的 对这个移民也好 入籍也好 观众 提交上来的一些疑难问题 向您咨询 那其中的有一个呢 我看到就是说 有一个观众 他是这样 他申请了回美纸 然后呢 他要去国外工作 那他就问 他说这个回美纸 他在离境的时候 并没有收到这个回美证 错了啊 对不起 不是回美纸 是回美证 对 他并没有收到 那移民局也告诉他说 你递交申请之后 你就等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或者是跟大地 当地的大使馆 会给他寄到他的这个所在地 或者说也可以寄到当地的这个大使馆 然后他去使馆拿 他也想跟您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 是到底 他现在还是很忐忑的 到底这个回美证 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 他是已经递交了这个回美证的申请了 但他递交完了 大概两个月之后就离开 离开美国了 因为他要出去工作嘛 然后所以他就已经离境了 所以这个情况是 您再给我们吃个定心丸来 曹律师 再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 吃个定心丸来 谢谢您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 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 那确实在咱们这个电台 这个大的平台里面 分享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会有对很多其他的朋友 朋友所帮助 首先呢 这个回美证是干什么的 其实是绿卡持有人 无论是临时绿卡 还是永久绿卡 他如果离境超过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 就是一次性超过半年 比如说 或者这一两年呢 他经常不在美国 就是比如说 我这两年是经常回来 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 超过一半的时间 对 那这个 这个我们一般都会主张 他申请一个回美证 回美证也就是131 这是绿卡持有人 表达他自己 永久居留意向的这么一个文件 对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说呢 现在那审理的时间非常长 审理时间呢 你比如说 17个月 19个月 所以就是在 让大家都觉得是特别可笑的 这个程度 那 那 那我申请了 然后我下次入境的时候呢 那么海关就会问呢 就是说的 哎 你作为美国的六海事后人 你怎么 这次离境这么长时间呢 连续过去这一年里边 你总共离境已经七个月了 离境八个月了 对吧 那然后 或者你这次单程 呃 有六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六个月 其实在美国移民法上 已经算是real的mission 也就是需要重新认可你入境了 那这都是大事 你知道吗 都是大事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 刚才您说的 就是这种朋友 有这个困惑或者是有感觉到 就是说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但申请完了 就会拿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收据 来证明什么呢 来证明 就说我其实已经申请了 啊 那我经常跟我的客户开玩笑 我说这个就有点像 你在某一个老师 那个班里上课 然后呢 但是呢 你也没想从这老师的班里撤出来 啊 你想 你想去 比如说你去度断假呀 或者干什么呀 你给老师递一个请假条 老师知道呢 啊 你在递请假条 所以你还想回来 就是这么一个像一个请假条 这么一个概念的东西 那对你递上请假条 老师没有给你批 那是老师的问题 因为老师太忙了 你知道吗 但是请假条递了 你意向表达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 然后刚才您也说到 那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哎 你说可不可以记得 你说可以记回在那个中国的 那个使馆 比如美国 中国的美国使馆 这个呢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这你要申请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选择 选择你说是不是可以记到 中国的美国大使馆 对吧 那还有领事馆 因为现在有多个 多个领事馆 比如说有北京啊 有上海啊 对 然后广州啊 对 你可以是不是还有沈阳 什么的 都可以选择一个 就记得去取一下 因为你人在境外呢 对 但是这个呢 如果是我自己客人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 这种做法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寄到你的朋友那里 或者寄到你的律师那里边 你没寄到 你就知道是没寄到 如果你寄到这个 你告诉他 他寄到领事馆那里 你没寄到 你都不知道没寄到 你怀疑是没寄丢了 因为大使馆不会告诉你 你一堂上去问他 说你收没收到 收没收到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不是不可以 理论上可以 但一般不主张 就是说如果你要放在你亲亲朋友那里面 放在你这律师那里面 收到以后 他能不能给你寄回去 或者甚至你入境的时候 虽然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你有收据 而且你低准的那个文件 也都拿着 你是可以一起 对我不知道 回不回答 这个朋友的问题 好 谢谢曹律师 对 那个回答的非常 我觉得很全面了 那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那最好是寄到亲亲朋友 或者说寄到那个 律师自己的律师那 因为使馆的话丢了 或者怎么样的 那在网上可以改地址吗 就是如果说是有听众朋友 确实是这种情况 他可以 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 他也悬了 心里边也不踏实了 好 那我赶紧去改地址 那这个网上可以改这个邮寄的地址吗 就是在还没有收到这个回美证之前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呢 其实呢 他首先要看看他能不能在网上申请 如果在网上申请呢 可以在网上修改 对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那如果是他指质的申请 然后可不可以在网上修改呢 这个呢 如果指质申请一般的 申请完了之后呢 实际上他会收到一个 就是说 你在网上有一个账号 你可以在账号里边 你可以就是说的 你开个账号 然后你说完了 你就可以在网上来查 你的所有的信息 但是如果你要过了那个窗口的话呢 你有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在网上建立这账号 很难再查了 很难再网上修改了 对 所以呢 如果是 但如果你一定要改的话呢 就是你用指质的 那原则上呢 你是可以 理论上可以在网上改 但这个操作起来呢 比较小心 所以最好 最好递交的时候就谨慎一些 对 好的 谢谢曹律师 那好 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啊 那我们抓紧在这个时间里面赶紧 也替听众朋友们问问 曹律师 关于公民入籍的一些事项 那我们也有收到听众来信和来电话 咨询公民入籍的人员 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要求 尤其其中这个公民入籍的 这个申请公民入籍人员的 这个道德品质犯罪方面的这个要求 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 因为在很多这个案例的情况中 有一些个例呢 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道德方面的不良记录 那这些人员在申请入籍的时候 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和这方面移民局的要求是哪些 麻烦您跟我们仔细的讲一下好吗 对好 那就是说首先呢 就是说在这个公民入籍 首先非常非常的支持所有的绿卡持有人 尽早申请入籍 尽早申请入籍 申请完入籍拿到公民以后呢 然后呢 这是咱们这个电台 在这里边也一直倡导 就是曹律师新乡的姐妹也一直在倡导 在历届的主持人 我们都一直特别支持 鼓励倡导这个所有的这个朋友们 如果你入籍了之后呢 就是说你要希望你能够register 也就是注册注册成为选民 成为选民之后呢 你要表达 然后到选举的时候呢 来表达你的这个政治意向 因为呢 就是你一旦注册完了之后呢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呢 就是如果你要参加过 就支持某个候选人参选啊 因为我做过多次 就是你要比如无论是跟共同党的 还是跟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因为咱们华人 从我个人来讲 所有华人参选的我都支持 不管他什么党派什么见解哈 对因为 实在太少了 对先是有数量 那么就是你就会发现呢 现在有很多phone的电话的这个 叫app 电话的app 就是一些功能吧 一些插件吧 它实际上你拿着一个 就你比如说你到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 白鲁威尔 往往我是民主党 民主党候选人 或者我是共同党候选人 那么我现在到这个地段以后 比如我现在在哪哪哪 上面马上显示呢 你的这个党派 有哪些人是注册 就哪些你是应该去敲门去拜访的 对 那所以呢 如果没有这个注册的这个人选 注册的这个人数 那么你想想任何一个党派的这个候选人 他走下来一个华人的面孔都没有 这些没有注册选民 他会在乎你的声音呢 不管你平时怎么张罗 不管你平时说什么 甚至咱们华人也就话也比较少 比较安静啊 那所以呢就是说呢 就会影响 就会直接影响到 有没有人代表你的声音 那么总的来讲呢 就潮里有人合作官 有人代表你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利益就会被关注哈 所以呢这是第一呢 我就是特别的希望 咱们的绿卡市友人能够入籍 入籍完了之后呢 能够注册 注册把它成为选民 然后呢参与选举啊 那这是第二 那当然就是说在 这就是技术问题 就是怎么就是入籍的问题 那入籍的问题呢 它其实分成几大块 第一大块呢 就是说有些犯罪 它是认为 就是它是 就是自动的就会 就不会让你 不会给你入籍的机会的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遣返 对 有些个 比如说你什么杀人呢 什么就是大的 这有些大的就是 级别比较高的 就我们叫 叫犯罪哈 对 然后呢 这是这是 这是一种一种类型 还有呢 就是到了一定这个 就是比如说那个贩毒啊 就是它那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 这个大概这个啊 比如说是 读好课呀 这是 一大犯罪啊 一大犯罪 是的 然后呢 那是这样啊 我们的节目 时间过得太快了 那 曹律师呢 刚才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啊 给我们解释的也非常全面 但是很可惜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那么但没有关系 观众朋友们 请您在下个月的同一时间啊 这是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 九点到九点四十 曹律师准时和燕妮一起准时在演播室 跟您聊有关入籍和绿卡方面的知识 然后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 跟您继续见面 和继续聊这方面的知识 也谢谢曹律师 今天给我们解答的这些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主持人 谢谢 谢谢